欠税遭到管收的贺一航 他在出狱之后第一件事情 就是赶紧要跟未婚妻完成婚礼 他们选择在今天到了护镇事务所 登记结婚了 亮出身份证 贺一航跟未婚妻Judy结婚了 因为欠税828万 而遭到法院管收两个月的一人贺一航 选择在11月4号这天 跟未婚妻Judy到护镇事务所登记结婚 贺一航说管收期间 Judy每天风雨无阻 花两个半小时的车程 就只为了见她15分钟 让她很感动也很心疼 更加深了她决定跟Judy走一辈子的决心 期待蛮久 因为我一直在之前 我就一直讲说我出来第一件事情 就是先要把这个婚事把它完成 也希望说从现在开始 我们能够真正的成为夫妻 然后可以真正的一起打拼这样 而历经风雨的贺一航 也发表了三部三要的爱奇宣言 不乱来 不奢侈 然后呢 不变心 要乖乖 要赚钱 还有要爱你 两人的宴客定在12月29 也希望可以就这么低调的 一直幸福过一辈子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